模拟金色 英国祭祀集 事业学业相关问题 普通德系列 压力好大,怎么办? 以下为一位有缘人分享 阿伯的画现场开始精华节路 一个真正能够创造大事业 能成气候的人 是要能够信任部署 信任部署,愿意授权 让他们发挥个人专长 而且乐意分享成果 大石头要稳固 屹立不摇 也是要靠许多小石头的支撑 这个集团才能枝叶繁茂 欣欣向荣 人生在世 与人相处不要留下嗔恨 不然会造就来世果 过去就算了 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 不然,下一世会很难过 对任何人要心存感恩 不管是来报恩 报仇 讨债 还债的 都要实时感恩 不要心存愤恨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之间 已在公司待了十四个年头 回首来实录 前十年 是我很痛苦 难受的一段时间 公司每天都在上演大乱斗剧情 比八点档还精彩 换了恩卫董事长 恩卫CEO 恩卫处长 恩赐部门组织调整 因权力斗争 部门里常有失事 被资浅的状况 处在这样高压纷扰的工作环境中 我天天担心 自己不知道 哪天会成为权力 斗争下牺牲的一员 焦虑失眠 都快得忧郁症了 所幸 唯有福报能遇到摩尼经社 借由诵经偿还因果债 清除人生路上的干扰和障碍 提升心性 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挫折困难 用正确的知见及方法解决 善互念 遇到棘手的事情 不再打妄想 凡事正面看待 让自己不再悲观忧郁 学习佛菩萨的智慧 遇到问题 就想方设法解决 不再像以前一样 只会怨天尤人 要用智慧去待人处事 圆满每一段关系 人生才会平顺 经社部落格每天都会发布感应文章 这都是到经社寝室的 有缘人们亲身经历分享 因为有这些文章的鼓励 让我对改变不顺遂的命运 燃起了希望 我虽然相信因果 但却没有深入修行 没有精进努力 一直在佛门外徘徊 后因工作问题 不堪其扰 于是到经社寝室 是否有因果 业障讨报 福德资良不足 或其他原因 佛菩萨慈悲开示 工作上的问题无因果关系 但需补福德资良 我反复思考自己为何在工作上都不顺遂 后来归纳出世 自己本身习气所致 因习气深重 心性不佳 智慧不足 待人处事不圆容 大大影响人际关系 也会在不知不觉中 造下许多业力 消耗大量福报 导致福德资良严重不足 我反省过往的人生 在还没遇到经社之前 遇到任何不平的事 我就会怨天尤人 怪东怪西 抱怨老天不公 好事都轮不到自己 别人都能轻轻松松达成所愿 自己再怎么努力 还是表现不佳 命运真的很不公平 想到以前的荒唐行径 真的很惭愧 改变命运 要靠自己 天天抱怨上天不公平的人 光是造口业就会 消耗大量福报 再加上无名妄想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有意无意地伤害他人 占他人的便宜 等等 福报怎能留得住 人生怎么会顺遂 命怎么会好 加入经社的修行社团后 借由每日回报诵经定课 定期分享修行心得 与社团内的师兄师姐讨论学习后 我开始改变以前悲观的想法 要求自己精进诵经 大量阅读 阿伯的话现场开示精华节路 六祖谈经浅意 高僧大德文超 学习佛菩萨的智慧 努力提升心性 圆融地待人处事 圆满每一段缘分 人生的不平之处 就能渐渐填平 越走越顺遂光明 人生酬业 众生累世的因缘果报 造成现在的命运轨迹 看到别人过得平顺安宁 不必羡慕 自己走得坎坷齐驱 也不要气馁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摩尼经社 提倡的因果债 功德还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这是佛菩萨慈悲 不舍众生受苦 特别开设的方便法门 让众生都能透过修行 诵经宵夜来脱离苦海 借由持善不失 提升心性 启发智慧来改变人生 学佛修行 就是改过谦善 去无存经 修正累世的无名 不良习气 透过诵经偿还因果业力 填补人生路上的坑坑洞洞 才能走得平坦顺遂 人生路上有很多诱惑 我们常常会因此迷失自我 晕头转向 再度堕落而不自知 佛法 就像人生路上的罗盘 苦海中的灯塔 为众生指引最正确的方向 让众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有佛法就有办法 无论过去的人生多么痛苦 多么烦恼 多么煎熬 通通让它过去吧 改变命运的最佳时机 就是现在 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 就是佛法 给自己一次机会 就从现在开始 努力精进诵经 提升心性 用因果债 功德还来改变命运 翻转人生 我可以 您一定也可以 分享完毕 阿伯的画现场 开示精华节路 人来世间 是来吃苦了苦 并且借由人世间的历练 来开自己的物 修行 不是如坐电梯 这么轻松 就是会磨 会累 但磨是训练 累是在宵夜 目的在于 帮助心性的提升 上天要考验人 会设有关卡 来破除直心 直着那个向 那个景 即是自己 需要突破的盲点 要想办法去超越 跳出牢笼 把我相去除掉 我直放弹 境界才能上去 方能提升果位 人生时时刻刻 都在磨练 处处都是考验 顺遂与否不在外境 而在于自信 心性光明 意志坚韧 思想正态的人 就算过得再苦 也能在苦中回甘 在困境中 淬炼智慧 在磨难中 绽放光彩 若是心性不佳 意志不坚定 随时想占人便宜 伤害他人 邪思妄念 从生的人 再好的环境 都会变成逆境 再多的福报 都会被挥霍殆尽 再好的命运 也会渐渐地 被消磨成歹命 每一个人的命运 都是无始节以来 善恶业的累积 都是自己造下的 好与不好 都要感恩 都要珍惜 不要被外境所迷惑 最后沉沦 堕落 遇到逆境 代表自己 尚有未能突破的盲点 未改进的无名习气 未消除的业力 未提升的心性 等等 需要逆境来鞭策 提醒 让我们有机会 能改过 提升和进步 若人生总是一帆风顺 容易助长内心的五毒 贪 嗔 痴 慢 疑 壮大内心的魔性 无名习气深重 容易造作恶业 结因果怨愁 如此恶性循环 众生就会在六道轮回 终苦苦纠缠 痛苦不休 阿伯的话现场开始精华节路 燕云 如果要走得快就一个人走 如果要走得远 就要一群人走 所以 人不要共高我慢 只想独自表现 团体合作 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修行亦复如是 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一同修行 点出彼此的盲点 互相激励 方能更有效率地一起提升 有佛法就有办法 佛菩萨是众生最好的老师 跟着佛菩萨的脚步学习 就能渐渐提升心性 克服逆境 上述有缘人分享 加入经社的修行社团后 借由每日回报诵经定课 定期分享修行心得 与社团内的师兄师姐 讨论学习后 我开始改变以前悲观的想法 要求自己精进诵经 大量阅读 阿伯的话现场开示精华节路 六祖谈经潜意 高僧大德文超 学习佛菩萨的智慧 努力提升心性 圆融地待人处事 圆满每一段缘分 人生的不平之处 就能渐渐填平 越走越顺遂光明 有缘人加入经社的修行社团后 精进努力 终于克服人生中的困难 突破盲点 将逆境转为顺境 将逮命改成好命 这就是佛法改变命运的最佳验证 阿伯说 人来世间 是来吃苦了苦 并且借由人世间的历练 来开自己的物 修行 不是如坐电梯这么轻松 就是会磨 会泪 但磨是训练 泪是在宵夜 目的在于帮助心性的提升 人生中有苦有难 才会有滋有味 古燕云 不经一番寒彻骨 淹得梅花扑鼻香 混景不是为了打倒我们 而是为了提升 我们的任性与意志力 横逆不是为了让我们一败涂地 而是要让我们越挫越勇 不畏艰难 人生中的考验磨难 悲欢离合 都有其发生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 遇到了就用感恩的心面对 感恩上天巧妙地安排 让我们有机会得以磨练 得以提升 得以进步 得以开智慧 佛菩萨慈悲 只要我们愿意努力精进 佛菩萨一直都在我们身边看顾 护佑 帮助我们观观难过 观观过 南摩本师 释迦摩尼佛 摩尼经社 经由南海 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工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潮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